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发现小熊猫们它们都背着我们在进食 所以现在我们看不到它们这个憨憨的一个吃相了 我们的奶妈还是非常公平的 拿了一点分给我们在旁边的几只小熊猫 所以做小熊猫的奶妈还是非常幸福的 你看带着这个好吃的一来到眷舍里面 小熊猫赶紧就跟上来了 哇 你看它们将食物就直接捧在手上 就看起来非常的萌 现在它们吃饭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 哇 抬头就可以看到它们非常萌的长相了 之前有看过很多网上有做了小熊猫的一些表情包 就是小熊猫它在受到惊吓的时候 它会双爪举起来 然后是想吓退敌人 但是这个样子呢 因为自己受到惊吓又显得特别可爱 然后之前还看到很多网友有做表情包 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吃的食物里还有胡萝卜 苹果 有新鲜蔬菜 水果 营养搭配得非常均衡 就嘎吱嘎吱脆的 而且有没有发现它们习惯使用右爪 我们现在镜头里看到的这几只小熊猫的话 它们都习惯的是用自己的右爪把这个食物捧起来 这个跟人类的使用行为还蛮像的 大家可能在镜头里现在听不到他们吃的嘎吱脆的声音 但是我们现在在现场里呢 就真的听到它就是咬掉那个苹果 胡萝卜的声音 就听起来非常脆 非常有食欲 而且小熊猫真的太萌了 就是它们在面对美食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吃的还是非常的斯文 又非常可爱 然后又非常斯文 也没有出现抢食的情况 那只小熊猫在下面巴巴地看着 下面没有了 那其实台上还有的 向后转一下小熊猫 会发现上面还有很多好吃的 哇 它们真的是安静的美男子和美女子 吃饭就感觉它们好文静 这下面这只小熊猫呢 就想 现在就想上去觅食了 正在想方设法地爬上去 我们看一下它怎么上去呢 正在试图用自己的爪子来抓住树干 考验它攀爬技能的时候到了 爬得再慢一点就没有吃的了 可以看到我们小熊猫其实 还是非常友好的大家 也没有特别抢食 也没有特别护食 其实小熊猫它们是除灵长类以外 就是它们是唯一能分辨人造糖的动物 所以说呢 它们也是对苹果情有独钟 那今天我们也是 奶妈也是给它喂到了有苹果 还有现在有胡萝卜 还有胡萝卜 所以我们先继续 我可以做的 我可以做的 你看我 这 나� 我们先继续